渡船北部山區帶來強大豪雨 渾中黃水衝進新電溪 民主軸度持續飆高28號 下午不到5點 軸度飆破1萬2 上午軸度不過200出頭 下午4點就急升到6200度 打減量取水標準 一小時不到就飆破1萬2 軸度蹿升都是因為上游污染 累積雨量超大 是全台前2、3名 如果軸度達到1萬2千天提升的話 我們就會停止取水 直到污染瞬間 大雨 南水溪原水軸度就會超標 達到停止取水標準之後 水槽存量只能讓台北市民 撐2小時 水槽其中的就是位在一樓或家裡 沒水槽儲水的用戶恐怕立即沒水 再來是水槽沒有裝滿 水槽沒有繼續供水之後 沒有幾個小時就會停水 但就算水槽滿水位 原水持續混濁也會沒水可用 各場的這個蓄水池 水位都非常高 所以民眾也不惜這個過度的恐慌 盡早儲水被用 上回讓民眾喝濁水之後 可憑按照新版SOP 也讓輝瑟水庫 預防性洩洪 新年期原水濁度下午一度上升到5000度 之後降到4500度 就是因為下午1點 排泄水庫洩洪沖淡原水濁度 排泄水庫的這個放流 對我們南氏溪濁度的這個降低 有一定的幫助 實際上能夠減低多少 這邊沒有辦法很詳細的去做估算 杜磚將台灣帶來大豪雨等級的漁師 還沒有真正影響到台灣 新年期原水濁度就飆破1萬2 並就是呼籲民眾務必存水共體時間 今天有黃明君裝扮榮特別了